9号地下通道 我和我的目标客户的最长约谈地点 今天 我将进行一场极度考验集中力与爆发力的新项目研发 它放缓的脚步表明 它对我的项目有兴趣 为了尽快促成这场商务谈判 我决定拿出每天仅此一张的 最怕空气突然变得安静膜 简称空气膜 不是每张膜都能做到0.00毫米 小老弟 好眼光 只有在冬日零摄氏度下哈出的气底 才能最快地软化屏幕表面的角质 沿边线将空气膜贴合 这样贴出的膜理应不会产生气泡 但为了达到膜机合一的高境界 必须象征性地挤一挤 连我自己都为我认真的模样所着迷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魅力啊 警察叔叔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 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往往也是挑剔的 不拘泥于一窗世界 不留恋于一处风景 随之一起变得挑剔的还有的畏惧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却有一个和我相似的人 他高傲孤独 没有人知道他的快法有多高 高手对决 总免不了一番风云浩瀚热血沸腾 他祭出一只生蚝小石牛刀我选择暗兵不动 明神尽弃 只为一招之敌 即便这蒜蓉和生蚝的结合在这温暖的烟火器中有为有人 但欲先取之 必先雨之 这一轮我让你 当然 大龙虾这一吃家必争之物 我将寸土必争 最后我输了 输了他 也输了天下 这一桌玉盘真修 还有什么意义 而你 只知道我放手的潇洒 却不知这潇洒背后多少辛酸苦楚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11点20分 受西伯利亚高压与阿流声低压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西北风影响 他早早的上了床 经过去30天抽样调查发现 他平均入睡时长为15分钟 此时他的呼吸已成匀速状态 可断定他已进入深度睡眠 饿了就吃 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 一向和我交好的小蛋蛋已经提前进入冬眠状态 而现在能让我快速达到饱腹感的失误 只有他了 烤辣条 一场人与油的混战 小火慢微的瓷盘烤至七分烫 倒入香油 放入冰镇过的极品辣条 身体与烤盘成145度炖角姿势 以七上八下式手法翻动 沾上国民辣椒配一身菜食指 油而不腻 一口肉 一口半甜形白葡萄酒 潇洒又帅心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魅力啊 今夜注定是个不眠夜 作为一个坐拥32层高楼的主人 我选择留下来 默默欣赏自己靠双手打拼而诞生的产业 至于加班费 一个未处于CBD中心商业圈的男人 怎么可能在乎 也就随随便便能买一份年货而已 为了得到更好的竞争机会 我从不说弄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办公桌上0.01毫克的灰尘 必须用100毫升的水 加上0.5厘米厚度的抹布才能清洁干净 至于那些能够净化空气 吸手本 甲醛的绿色小猪手 我绝对不会 亏在里面 回来吧 加完的最后一次班 我就回来了 我在拼的诺告后 买新年火 今天肯定会回客了 一个男人辛苦点不算什么 毕竟人生靠拼才会赢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魅力啊 像我这样开得了挖掘机 卖得了秋裤的国民潮男 对于潮搭 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见解 个人对混访TC面料的汉衫情有独钟 这种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穿衣方式 圈外人切勿轻易尝试 前往红毯走秀款大衣 不失为不二之选 搭配一双黑色帆布奶奶风帆布鞋 毫不遮掩地展现了中国爷们的阳刚之气 戴上我与美男子气场最合的坐骑 武林宏光 我决定去赴一个月 这样灵活多变的内部空间 最大程度地装下了我的魅力 流线型的车身设计成就了0.36的风足系数 保证我精心设计的发型不被吹乱 上浅下黑的色调搭配 与环抱式坐舱温馨设计 他一定觉得我亲和力十足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魅力啊 2019年的第一场雪 就这样与我不期而遇了 身为更正描红的故事雪饼的第十二代传人 我必须趁此良机将去发扬光大 原材料的选择决定了雪饼的口感的好坏 必须是伊山傍水处的城镇雪原 既保有了山峰的高冷又留存着水源的甘甜 而积雪7厘米厚的户外木桌是最好的雪饼制作地点 食指快速来回将雪块捏至粉末状 微微浸出水分后失去50克揉搓成团 最后用积存已久的10层内力的掌力 将冷却成型的雪球拍制成饼状 一个完整的雪饼就新鲜出炉了 这一回有了抹茶夹心雪饼和桂花雪饼的加入 我故事雪饼的大名必将载入实测 永久流传 啊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美丽啊 大家好我是老北 在这个城市开了一家料理店 只开今天一天 料理我只拉拉面 拉面几分手由第一位客人决定 今天的第一位客人 哎呀老北啊 听着你刚成一天开业到大老远的 起牛过来从乡里给你倒戏 年夜干两天两夜楼飞过室 快搞你家我去 快有没有我好激烈 拉面几分手 成立个折磨的规矩嘛 七个面喊几分手 全手全手全手 第二位客人 是全长沙最凶的妹子 分手 第二位客人已经点了全手 都都可以啊 作为三米之内最会拉拉面的美男子 我做的拉面 汤汁清爽 辣油红艳 青葱翠绿 面条黄凉 我知道你有故事 我发你们吃点 真的很麻烦呢 七个面还要搞故事 我跟钢筋城的辣牛 我的故事吗 你有故事吗 没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魅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变成了一个很小心的人 每次出门都会带伞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什么时候出太阳 生而为人 吃什么都不能掌握主动权的话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家敢于把所有食材毫不遮掩地展现出来的餐厅 这些倡导自给自足的观念与我不谋而合 天为盖 地为路 一桌一散 走江湖 两根香肠 香肠肉炸开外翻三十多角的那种 谢谢 所爱隔山海 山海不可拼 为了见我 你经历了千刀万剐 甚至不惜下之油锅 这份恩情 我无以为报 只能为你多寻找几个伙伴 多油多盐的食物吃多了难免溺醉 搭配一杯甜淡的英式奶茶 一口肉 一口奶 妙哉 妙哉 至于这种由弗里昂作为发泡剂制作而成的一次性白色泡沫盒 作为全球绿色环保儿童大使的长期参选者的我 不建议使用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魅力啊 你手机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电话号码 它没有名字 也没有备注 但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总是想起它 而给我勇气拨通电话的 是这款2019年即将发售的非智能手机 为了保持极易减封 它大胆的去掉了屏幕和摄像头 只保留了两个360度 百分之百原浆真空传声筒 覆盖橘红雕饰花纹 中心环绕七个烫金符字 让整体机型更加强烟 而传声介质的选择决定了通话质量的好坏 必须采用符合人体工学的毛衣线头 才配得上它的人性化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喂 借点钱 我会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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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你 是你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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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果然 再高级的手机还是会断线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薄弱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梅里亚 在距离长沙一千多公里以外的伤害 最后一批落叶已经拒绝了数多万流 这种由于液细胞功能衰退而对大脑所造成的失落感 可以很好的由未来解决 相对于这些精心烹制的食物 我选择了难度更大的从油拌面 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上海小吃 实际上极为考验手法 而筷子所承受的不光是来自手臂的力量 更是中国饮食文化特有的力量 经过均匀搅拌的葱油拌面 将自己的内心毫无保留的放在了我的面前 在中国食物不分地区 只讲口感人也一样 面对大部分人对上海的误解 这些用食物温暖时刻的小吃店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回应 上海回忆呢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魅力啊 你说你八点要来 那么从七点我就开始感到幸福 对你 我从不立即等待 这件来自神秘东方大陆的大衣 是我在这个冬天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沉稳的墨绿色大地 点缀十颗优质镀金有扣 低调而不实奢华 柔软的人造棕褐色皮草 给这件帅气的大衣又增添了些许的娇柔 腰部加大扣带设计十二针横指手工缝合 紧致走线走边 收紧腰身的同时 为衣服增加了更多的储存空间 无论是穿着 披着 还是记着 高贵气息 不请自来 必须搭配一双正品 抄斜才能 外面好像下雨了 身为一个美男子 我从不追赶潮流 因为我自带潮流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魅力啊 十二月十九日 久违的艳阳天 而我 也是时候给自己 好好放个假了 知道我要远行 可爱的邻居们 早就为我准备好了一切 贴心 一场完美的日光浴 必须是在远离地表108米的天台 只有与太阳保持最合适的安全距离 才能保证接收到的阳光 是最温柔且不刺眼的 随地铺上薄薄的一层原木浆制作点 感受来自被太阳炙烤后的地表余温 以保质期只剩三个小时的红酒 还得是现场手工制作的酒杯惩罚 保留了红酒最原始的甘甜之外 给这场旅行增添了些许俏皮的趣味 而飘洋过海 连夜空运过来的河沙 粒粒金银细小 种上一株新鲜采摘的椰子树苗 热带气息不倾自来 只要心中有海 哪里都是马尔大夫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内里啊